早在2019年大陆广东就有一名国小女童 戴着儿童智慧手表发生爆炸自然 手腕被灼伤发黑脱皮 手表更是一片焦黑 只是近年来这种智慧手表 越来越多家长会买给小朋友戴 除了那一件闹钟刻表 也能透过定位让家长掌握小孩在哪里 这类智慧手表会起火 主因多是离电池的问题 如果开始膨胀得小心 因为下一步就会发热 最后起火燃烧 师傅建议每两三年就要更换电池 而有些平价厂牌缺乏电池保护板 可能导致过冲 进一步产生脂筋反应 刺穿电池内正负级的薄膜导致起火 之间的现象就是它内部的离分子 它导致它变质 变质以后它就容易把 那个里面的正负级的阻隔成 四川 四川以后 这个就是会导致起火的原因 这会发生意外 网友比对 型号外观点名起火的是知名厂牌的表款 价格约落在三四千左右 受伤男同家长也证实 起火的就是该厂牌第一代儿童表款 这支表已经使用将近三年 到底为何会起火 有待厂商查清楚 而未来家长要是想申诉求偿 消保单位也会给予协助 TVB的许言人 陈宇仁关键新闻什么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 谢谢观看